口腔溃疡虽不是什么大病,却也能影响到饮食起居,有些人口腔溃疡反复发作,甚至严重损害了生活质量。 口腔溃疡反复发作,究竟该怎么办?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口腔溃疡,并给大家推荐几种治疗口腔溃疡的忠诚药,正确认识口腔溃疡。 最后七到十天内自愈,但经常短步一的间歇期后又可复发。复发性阿福他溃疡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,可能的致病因素有碾液、遗传、微量元素缺乏等,一些未肠道疾病也被认为与之相关。 此外,生活不规律,精神压力大,过度疲劳、饮食刺激、女性月经周期等因素,也可以诱发复发性阿福他溃疡。 如果复发性阿福他溃疡患者能够发现明确的诱发因素,就可以通过避免诱因,减少溃疡的发生。 口腔溃疡三种表现类型,根据临床表现可将复发性阿福他溃疡分为轻型、重型和炮枕型三类,轻型复发性阿福他溃疡黄、红、凹、痛、外观为直径3到5毫米的单个或多个圆形或椭圆形溃疡,幻术边界清晰,中心微凹陷,表面附有一层淡黄色甲膜,溃疡周围黏膜充血呈红韵状,一般7到10天自愈, 一段时间后可复发,重型复发性阿福他溃疡大而深,四弹坑、瘤、发痕是各类型中最严重的一种,多发于软额颜部,唇内侧及口角去粘膜,溃疡直径1厘米以上,边缘微隆起,中央凹陷,四弹坑,持续时间通常超过一个月,愈合后可遗留发痕, 泡疹型复发性阿福他溃疡满天性,数不清外观和轻型复发性阿福他溃疡相似,但致近更小血数量多,口腔溃疡的治疗常识医,目前仍无任何可根治口腔溃疡的药物, 医生常常会开一些消炎、止痛的药物,主要是在溃疡局部使用的药物,当疼痛难忍到极致的时候,也许会使用局部麻醉药,进行溃疡表面的麻醉以降低疼痛感, 二口腔溃疡不是身体缺少维生素,缺少某种元素,服用复合维生素和心剂,只是为了改善身体代谢水平,促进溃疡面秘愈何? 三,预防口腔溃疡发作的有效药物,为免疫抑制剂或增强剂,但显然没有人愿意,用波尼松、环林先按这些免疫抑制剂来预防口腔溃疡,做悬泥座等免疫增强剂,安全性,也是很大的顾虑, 药店中流行的喷剂,片剂,贴膜,药膏等,可以快速缓解口腔溃疡不适,如,药膜,有保护溃疡面,减轻疼痛,延长药物作用的效果, 一般在机制中加入金酶素,绿一定,表面麻醉剂,糖皮质激素等,含树叶,含一定比例的消毒液, 每日4-5次,每次10毫升,含于口中5-10分钟,含片,如溶菌煤含片,吸地点含片,有抗菌,抗病毒,收敛,核消肿止血作用,散剂,冰棚散,西瓜霜等,局部徒步,每日3-4次,中医治疗,关键是分虚实口腔溃疡,从中医角度看属于上火,有时症和虚症之分,要治疗,关键是辨别虚实, 可以看溃疡颜色用药,食火黄色溃疡,用牛黄解毒丸,食火型口腔溃疡,来时凶猛,常常是前一天还好好的,一觉醒来就发现嘴角,口腔都出现了溃疡,黄色的口腔溃疡,适合用牛黄解毒丸,六神丸,滑素片等,同时还可配合使用西瓜霜喷剂,服用牛黄解毒丸时,注意每次不要超过6粒0.3克, 一般吃2-3天溃疡面会明显缩小,但不要和丝怀素类抗生素等西药联用,虚火白色溃疡,用6位地黄丸虚火,行口腔溃疡,平时不易发现,溃疡口结痂的颜色,往往是白色的切溃疡面积不大,患者会感觉隐隐作痛,手脚发热, 白色溃疡可服用6位地黄丸,直白地黄丸,起取地黄丸等,同时也可配合外用西瓜霜喷剂,6位地黄丸每天用2-3次,每次6-8克,等溃疡完全愈合后,还要再吃上两天药物,以巩固疗效,注意,虚火型的口腔溃疡以补气为主,千万不要用牛黄解毒丸, 牛黄解毒丸是解毒泄气的,完全相反的药物激励,如错用会使溃疡加重,苹果、草莓、橘子、西红柿等是口腔溃疡发作的诱因,并会加重口腔溃疡,来源,电熏通 词词,视频道指定下来, 有点词,视频道指定下来,有点词,矿子、禁定下来,有点词,收集结果,旁定下来,有点词 attorneys,是否访问,交易者费有关联系的,怎么认为? neighbour来说,这个时候的顾性费,真正常来说,优伍者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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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关联系, 提? 提?